Hello,大家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86节的内容,那这一节呢主要讲的是Uncountable Nerves,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常见的不可数的名词。 好,那我们在看新的内容之前呢,咱们还是先复习一下,把上一节课的内容呢,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好,首先Section A的部分,我们过一下黑题字啊,第一个Sight,视觉,Hearing,听觉,Taste,味觉,Smile,嗅觉,Touch,触觉。 好,那Section B呢我们学习的是感官动词啊,它是和什么联用啊,和熊龙词联用, 好,所以它用的这个方法呢,是和系统词是一样的啊,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后面加的是形容词。 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首先第一个You look tired,你看起来挺累的啊, look后面加的是形容词,tired。 后面这个sounded foreign,听起来像外国人,听起来像外国的,这个foreign是一个形容词啊,表示外国的。 嗯,然后再往后,taste a bit strange,尝起来有点怪啊,也是感官动词加上形容词啊,一定记得形容词。 好,然后fresh bread smells wonderful,玩起来很好闻,很棒,这个smile,我们加形容词。 this shirt feels damn,这个衬衫摸起来有点潮湿,嗯,也是加形容词啊,一定记住这个结构。 好,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是感官动词,对不对? 那它其实呢,也可以当这个名词用啊,这里我们说look tired,它是动词, 但是我们看看这句话,I like the hotel,sorry,I like the look of this hotel, 那这个look是什么?是名词啊,它就等于appearance,它的外观,包括这个, alove the sound of his voice,那这个sound也是一个名词啊, 所以它既可以当这个感官动词,也可以当名词用。 好,下面我们来看section c,这里呢,我们学了两个结构, 感官动词加like,加上名词,那这里,我们看这里,感官动词加like,加名词, 或者感官动词加as if,或者as though,我们加一个从句,一个完整的句子。 好,下面我们来看例句啊,they look like peaches,它们像桃子, 所以这个look,我们加这个like,表示两个东西很像啊, 好,再往后,sounded like an alarm,这个我们加的名词, 感官动词加like,加名词,这结构一定记得。 smells like coconut,闻起来像椰子, feels like silk,摸起来像丝绸。 好,第二种结构是look加as if,后面加一个完整的句子, 从句,looks as if,he's trying to get over the wall, 后面也是感官动词加as though,后面加完整的句子, 听起来好像怎么怎么样。 这里这个as if和as though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学了一些感官动词,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seem或者appear去形容一种感觉。 这里呢,我们把这个seem和like连用, 后面加上名词seem like something, 这里呢和like连用的只能是seem, 不能用appear。 好,section d,section d是讲了一些容易混淆的词, 这个我们在初级的内容当中,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讲过的, 所以这里呢算是一个讲第二遍的, 我们再赶快复习一下。 好,首先这个look, 它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你仔细的看, 你有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儿, 这个look。 但是我们说see它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一种能力, 也就是说你视觉没有问题, 眼睛没问题, 你就可以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经常说you can see, you can hear之类的, 强调的是能力, able to see. 好,再往后这个what, 一般开始强调什么, 你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儿了, 而且呢是有一段时间的, 你比如说盯着, 注视着, 而不是扫一眼, 对吧,就过去了。 这个我们用watch, 后面这个look刚刚说过啊, pay attention, 然后我们看电影, 看电影如果你是在电视上去看电影的话, 你watch或者用see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你只能用see and see a few, 这个我们稍微记一下, 然后再往后这个heard跟listen它的区别和这个look和see的区别是一样的, 这个hear也就是说, 你被动了, 只要那发出声音, 你的耳朵没问题, 你就可以听到, 比如说外面打了一声, 你不是有意识去听, 但只要外面响了, 你就能听到, 所以我们用hear, 但是listen是怎么样, 要把注意力放在这儿, 去听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用listen, 然后再往后touch, 表示的是触摸, 触摸, put your hand on it, 把你手放在上面触摸, 那这个feel也是可以表示触摸, 然后呢去感觉, 把手放在上面, 然后感觉这样, 好, 这是我们上一节科学习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新的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看section A, common uncountable nouns, 一些常见的, 一些不可数的名词, 那这个就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区别了,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 首先我们看这个common mistakes里边, I need information, 那这个information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所以呢我们前面不用加这个n, 不用加这个不定观词, and no indefinite article, 不定观词, 好,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 I need some information, 不可数名词我们可以加some, I need some information, 那这里呢可以说, 不可以加s, 所以不可数名词前面不可以加, 这个不定观词也不可以加负数, 好, 再往后, the homework was difficult, 这个homework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这个负数, 不可以用word, 但是我们可以用words, 单数的形式,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you can put all that rubbish in the bin over there, 那这个rubbish, 它是垃圾的意思, 对吧, 你可以把垃圾呢, 放在那边的那个垃圾桶里, 这个是bin, 垃圾桶的意思, 好, 个过后里的解释啊, things that you throw away, because you do not want them, 它是解释这个rubbish的意思, 垃圾, 好, 第二句, is there any more news about the man who was injured, 那这个news, 消息, 消息, 新闻, 这个也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但是如果你想说, 一则消息, 一条消息, 你前面可以加piece, piece of news, 这个是可以的, 好, 再往后, she gave me some good advice about buying a car, 那这个建议, 它给了我一些好的建议, 那这个也是不可数名词, 建议, 好, 再往后, do the children get pocket money, 那这个pocket money, 就是零花钱, 零花钱, money that parents give regularly to their children, 家长经常信的会给的一些钱, 就是零花钱, pocket money, 这个也是不可数名词, 好, 再往后, you need a lot of equipment for camping, for example, tent, sleeping bag, torch, things for cooking, etc. 你需要一些什么呀, 需要许多的, a lot of, 许多的这种, 露营用的一些仪器, 用具, equipment, 比如说有什么, 比如说有tent, 帐篷, tent, sleeping bag, 睡袋, 睡袋, 还有手电筒, torch, 手电筒, 这些equipment, 它也是不可数名词,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再往后, we sold the furniture, 这个我们已经在初级已经学过这个词, furniture, 它是不可数名词, table啊, 椅子啊, 扶手椅啊, 等等等等, 这些家具, 家具, 因为这个furniture, 它是一个总称, 包括里面所有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好, 再往后, the scenery is really beautiful, 风景呢, 非常的美丽, scenery, 风景, the natural beauty you see around you, 你能看到的你周围的一些自然之美, 风景, scenery, 那这个也是不可数的, 好, 再往后, the knowledge of Russian is limited, 我对这个俄罗斯人的一些知识是有限的, 就是我不太了解他们, what I know about it, 它是解释这个knowledge of the 意思, 所以这个knowledge, 大家要记住, 不可数, 不可数, 好, 再往后, she's worked very hard, and I believe she's making progress, making progress, 它正在进步, improving, getting better, 进步, 所以这个progress, 进步, 它是一个名词, 但是它是不可数名词, 这个其实挺好的理解, 对吧, 我们中文里边跟英文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不能说一个进步, 两个进步, 好, 再往后, Can you take the dog? We haven't got any room in our car, 你能去抱着这个狗吗, 对吧, 我们车里边有没有地方了, 这个room, empty space, 空间, 空间, 这个room, 当空间讲, 它是不可数的, 好, 再往后,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toast? toast, 图丝, 就我们图片上的这个, 这个也是不可数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 就是一片啊, 两片啊, 对吧, 那我们可以用piece, 或者用slice, 我们来看下一句, the children's behavior was terrible, 孩子们的行为呢, 非常的糟糕, they were climbing all over the furniture, and making a lot of noise, 你看在家具上呢, 到处的乱爬, 然后还发出很多的噪音, 这个behavior, 行为举止讲, 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好, 我们看下会不会的解释啊, the way you do and say things, 你做事和说话的这个方式, 行为举止, 不可数, 好, 下面我们来看section b, uncountable nouns in dictionaries, dictionaries show countable nouns with a c, and uncountable nouns with a u, 我们在词典上呢, 经常会看到它写的c和这个u 放在名词的旁边, 一个指的是可数, 一个指的是不可数, some nouns can be countable with one meaning, and uncountable with another, 那有些词呢, 它会有不同的意思, 对吧, 可能在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是一个可数的, 它叫当另外一个意思讲的, 就是不可数名词, 好,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experience, 第一个, 当它不可数名词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she's got a lot of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children, 她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她获得了很多的经验,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当经验讲的时候, 它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看一下它的解释, the knowledge you got from doing a particular job, or activity, 那我们在例子中, 我们知道了, 这个人呢, 他跟孩子们一起工作了, 对不对, 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 他获得了这个knowledge, 也就是他积累下的经验, experience, 这时候它是不可数的, 好, 我们看第二个, experience还可以当可数讲, countable noun,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I had so many fantastic experiences on my trip to Thailand and Japan, 那他去这个泰国和日本旅游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的什么, so many fantastic experiences, 非常多的, 非常棒的, 经历, 经历, 比如说你去爬山啊, 对吧, 你去游泳啊, 去看大海啊, 去游览一些名胜古迹啊, 对吧, 享受当地的美食啊, 这都是一件一件的经历啊, 去凑成的这个trip,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当经历讲的时候, 我们这是可数的, 可数的,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chance, 首先他当不可数, uncountable noun时候, 他表示的是luck, uncountable noun 气, uncountable noun 气, 我看一个句子, lutter is a game of chance, 乐透是一种靠运气的游戏, 那这个乐透我们都知道, 买彩票的时候会有什么大乐透啊, 之类的啊, 就是靠运气的嘛, 这个没有办法靠努力, 对吧, 就是运气好了你就中了, 运气不好就是没有中了, 所以这种当运气讲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好, 第二个, chance, 他当可数名词讲的时候, the opportunity you do something, 这个机会, 机会, 好, 我们看例子, he's had several chances to go abroad, but he's just not interested, 他有很多的机会去出国, 虽然不是很多, 有几次机会去出国, 但是呢, 他都没有什么兴趣, 好, 那是你这个chance表示的是opportunities, 机会, 机会, 好, 下面我们来看section c, making uncountable nouns countable, 把这个不可数的名词呢, 变成可数, 好, you can make some uncountable nouns singular, 你可以把一些不可数的名词, 给它变成单数, sometimes we do this with a word like peace, 我们几个例子, 可以跟peace连用的, 比如说advice, 建议, 我们可以说a piece of advice, 一条建议, a piece of equipment, 一件, 一气, 一件用具, a piece of toast, 一片土丝, a piece of furniture, 一件家具, a piece of news, 一则新闻, 一条新闻, but in spoken English, we often use a bit, with most uncountable nouns, 在口语里边呢, 我们更经常使用的是a bit这种方法, 因为它是informal的嘛, 我们在口语的时候没有a bit, 但如果你书写的话呢, 比较正式的场合, 你还是用peace比较好,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a good piece of advice, 一条好的, 建议, another piece of toast, 另一片, 吐丝, an interesting bit of news, 一则有趣的新闻, 一条有趣的新闻, just a bit of rubbish, 就是有一些垃圾,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我们怎么把不可数名词变成可数, 我们可以加peace, 我们可以用a bit, 好,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个练习, 一起巩固一下, 好, 第一个, correct the mistakes, 改错, 好, 第一个, I need some information, 信息它是不可数, 好, 第二个, our teacher has, 什么, about the trip, 这个news也是不可数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news放上去, 我们也不用在前面加一个官词, 也不用加负数, 这些放上去, 或者我们可以说some news, 这个some是可以和不可数名词连用的, 或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a bit of news, 再往后, she gave me some good advice, 不可数, 好, 第四个, her progress is very good, 它的进步是非常的好的, 那这里呢, 这个is, 我们不能用are, 因为不可数名词, 我们就用单数, 好, 第五个, we had a lot of homework yesterday, homework, 不可数, 不可数, 好, 第六个, the furniture was very old, 首先第一, furniture是不可数的, 然后呢, 后面的系动词我们要用单数, 这是它的问题, 好, 第七个, I had no experience of using this equipment, 那我没有什么, 没有经验, 对吧, 不会用, 没有这个经验, 也就是没有用这个仪器的知识, 知识, 所以这里呢, 我们把它当成不可数的, 当经验角的时候, 这是一个不可数的, 这是它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equipment, 它是什么, 它也是个不可数名词, 首先前面用单数this, 那后面呢, 不可以加s, 这是它的两个问题, 这是它的两个问题, 好, 第八个, I need to improve my knowledge of this new technology, 知识, 不可数, 好, 第二个题, make the uncountable nouns countable, 把不可数名词变成可数的形式, 好, 第一个, I did some homework,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说什么, I did a bit of homework, 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好, 第二个, it's useful equipment, 好, 那我们可以说, it's a useful piece of equipment, 或者是, it's a useful bit of equipment, 意思我都不解释了, 很简单, 大家就可以看一看, 就是不同的形式去表达一个意思, 好, 第三个, it was good advice, 那我们可以说, it was a good piece of advice, it was a good bit of advice, 两个选择, 好, 第四个, do you want some more toast, 那我们可以说, do you want another piece of toast, 或者是, another bit of toast, 好, 第五个, she's making progress, 我们可以说, she's making a bit of progress, there's some rubbish on the floor, there's a bit of rubbish on the floor, the七个, I gave them some pocket money, I gave them a bit of pocket money, the八个, I heard some news this morning, I heard a bit of news, or a piece of news this morning, 好, 第三题, complete the dialogues, 好, 首先第一句, have you been given all the details, no, I need mor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是很不可数, 不可数, 那这里呢, 其实也有一点同意替换的意思嘛, 因为他说的是, 你收到所有的这个, the details, 也就是各种消息的细节嘛, details, 他说, no, 也就是, 他获得的这个信息呢, 是不完整的, so if I need more information, 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好, she hasn't worked there long enough, no, she needs more experience, 那他前面说了, 他没有工作特别长, 对吧,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经验, 所以经验是不可数的, 好, 第三个, is your flat big enough, no, we need more room, 或者是we need more space, 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 好, 第四题, does she know what to do, when she leaves school, no, she needs some advice, 需要一些建议, 好, 第五个, don't you think the room looks empty, yes, we need more furniture, 我们需要更多的家具, 不可数, 不可数, 然后第六个, is his English getting better, no, he isn't making any progress, 那就没有什么进步, progress, 不可数, 好, 第四题, complete the sentences, the first letter has been given to help you, 他第一个字幕呢, 已经给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着往后填就可以了, 第一个, I asked my teacher for some advice about grammar books, 第二句, I've had some great experiences, when I've traveled on my own, 这里大家注意啊, 这里他说的是什么, 说他的经历, 对吧, 他自己去出去旅游的时候, 他经历都是一件一件的小事所组成的吧, 所以这个经历是可数的, 可数的, 好, 第三个, if we give him another chance, I'm sure he'll be able to do it, 机会, 机会, 当机会讲的时候, 它是可数的, 可数的, 好, 第四个, that stuff over there is rubbish, just throw it in the bin, 垃圾, 垃圾不可数, 好, 第五个, we camped on the hill above the lake, because the scenery is so beautiful, 好, 我们在这个湖上面的这个小山呢, 露营, 因为呢, 这个景色是很美的, scenery, 风景, 这个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好, 第六个,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Celia, but her behavior was very strange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他的这个行为举止很怪异, 这个behavior, 行为举止, 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好, 第七题,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computer, 那这个是问的他的经验, 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个使用电脑的这个经验呀, 问的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经验, 好, 第八个, I don't have any knowledge of this subject, you'd better ask farin, 那这里呢, 是我没有关于这个学科的一个知识, knowledge也是不可数名词, 好, 第五题, Use a dictionary to find out if these nouns are countable or uncountable, keep a record of them in your notebook,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说了, 首先第一个, transport, 来当什么讲, 交通运输讲, 对吧, 它也可以讲是交通运输系统, 也可以讲是交通运输工具, 这里它是一个uncountable noun, logged, 行李, 我们出去玩儿带很多行李, 对不对, 行李呢,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不可数的名词, suit case, 行李箱, 行李箱这是可数的嘛, 对吧, 一个行李箱, 两个行李箱, 可数的, 但是这个行李, 它是一个总称, 就是你出去带的那堆东西, 都叫luggage, pasta, 通心粉, 这个是uncountable noun, traffic, 交通, 这个是不可数的, uncountable, accident, 事故, 这个是可数的,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把音频听一下, 就结束这一节, a, common, uncountable nouns, One of the problems, for example, tent, sleeping bag, torch, things for cooking, etc. We sold the furniture, the scenery is really beautiful, my knowledge of Russian is limited, she's worked very hard, and I believe she is making progress, Can you take the dog, we haven't got any room in our car,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toast, the children's behaviour was terrible, they were climbing all over the furniture and making a lot of noise, b, uncountable nouns in dictionaries, dictionaries show countable nouns with a c and uncountable nouns with a u, Some nouns can be countable with one meaning, and uncountable with another. experience, uncountable, the knowledge you get from doing a particular job or activity. She's got a lot of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children. experience, countable, some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that affects the way you feel, I had so many fantastic experiences on my trip to Thailand and Japan. chance, uncountable, luck, lotto is a game of chance, chance, countabl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he's had several chances to go abroad, but he's just not interested. You can make some uncountable nouns singular. Sometimes we do this with a word like peace for advice, equipment, toast, furniture, news. But in spoken English we often use a bit, informal, with most uncountable nouns. A good piece of advice, an interesting bit of news, another piece of toast, just a bit of rubbish. �- Oh, no, no, no. 感谢观看